男嘉宾小龙 22岁来自河南 学生 女嘉宾波丽娜 22岁来自俄罗斯 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得好好看一看啊 这个上场之前编导就跟我打招呼啊 哎呀 这一段好看啊 好看吗 好看 当然好看 当然好看啊 帅吗 帅 你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是吧 对 我们两个都是在一个健身房 然后因为他长得好看嘛 然后一头巾发得特别显眼 当时就想认识他 就我们两个在偶然的机会吧 然后就说上话了 然后我们就 什么样的偶然机会就说上话了 就是他有些地方他不懂 他那个器械做错了 然后我会告诉他怎么正确的做 我们两个就这样认识了 那时候我刚刚分手了 哦 所以我们只不过先交了朋友 哦 后来我就想办法然后多跟他交流一些 慢慢的熟了 这大概有多久 一年的时间 用了一年的时间 对 相当于追了一年是这意思吗 对 然后好不容易才同意跟我在一起了 哦 变成你的女朋友了啊 对 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久 多久 我们在一起才半年了 半年了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哦 我觉得我们就变陌生了 这个不是问题啊 问题就是他一直控制我呀 他控制你啊 对 特别控制我呀 那不叫控制 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 那这叫什么呀 哈哈 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 相处的时间长一点 每天见面 我觉得这不叫控制啊 啊 你看我想跟我俄罗斯的朋友 聚会的时候 他非要跟着我去 啊 但是他听不到我们说什么 我也没机会给他翻译 啊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我肯定要认识他的朋友 他应该认识我的朋友对吧 啊 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的朋友都不认识 那算什么谈恋爱吗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 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俄语嘛 哎 你追了一年 都还没听懂一点点俄语 他们之前说的特别的快 哦 我感觉我在旁边 只要看着他就好了嘛 啊 行 你就愿意看着对吧 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他阻止我 也要招呼他 他也要跟我的朋友交流对吗 对对对对 其实你不用 不用再考虑我的感受 我只是想在那陪着你而已 我怎么不考虑你的感受呢 你让他去就好了嘛 我总是感觉 没完全感觉 对他的男生也很多 嗯 他不放心你 他怕你跟别人跑了 你能体会这个小子的良苦用心吗 我能理解 能理解 能理解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们 就是我 有很多俄罗斯的朋友 嗯 他们也有中国的对象 但是他们 不再一起去 就是 就是你一个人跟我去 就是他比较黏人是吧 对 那他中国朋友的聚会 你去吗 对 有时候我有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不管我又没有事 嗯 就是要去我要去参加他跟哥们的聚会 哦 毕竟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然后我和我的哥们都介绍了他 哦 你不是带我为了面子吗 然后我肯定要把他带出去 让我的朋友见一下 嘚嘚嘚 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 总是不来 我不是总是不来 嗯 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有自己的事情 嗯 也去过是吧 去过 去的时候 他们说话 有的地方我听不懂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小 为什么鼓掌啊 就是傻傻子坐在你的旁边 啊 在我旁边不就好啊 你的这个想法太自私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 他跟我在一起 他快乐吗 你跟他在一起快乐吗姑娘 快乐 OK 你看快乐吗 但是我觉得他总是拒绝我 很多时候我就在邀请他 去看电影 或者是去吃个饭 他总是会说 我今天有事 也不跟我说什么事 有时候我想跟我的闺蜜去逛街啊 他也要跟我们一起去 哦 但是我觉得你和你闺蜜去逛街 但是你听不懂我们聊的什么 对不对 不是 我帮你们拎个东西什么的 我觉得 这挺好的啊 我觉得他听不懂 我帮你们拎个东西 我也不答应你们 对不对 但是我的闺蜜会 会觉得他是电灯泡 哦 明白了 你以后跟你闺蜜说 我觉得他才是电灯泡 你以后跟你闺蜜说 把包给他就行 你们俩在前面走 你是这意思吗 哦 对 我觉得 你还 行行 哎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很好奇啊 你看上这小子什么了 你要愿意做他女朋友 就你喜欢他什么 我觉得我刚冒的时候 就是他招呼我呀 他追我的时候 他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样子 你说说他追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追你啊 我看一下 他招呼你 他これ就想的 看起来 你能做好吗 小切 说我要估计 对不起 他 他不记得 他不然 我 我不认识 你 我 我 你 你可以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 我以前跟俄罗斯的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 对对对 你说你们俩分手的 想起来了 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那你跟那个俄罗斯的男朋友 他出去的时候 你陪他出去吗 我们 我一直在中国 他一直在俄罗斯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要带你出去 你出去吗 有时候出去 有时候出去 有时候不出去 他不管这些 不管这些 他如果约你看电影 你跟另外一个男生 约了要喝咖啡 他管你吗 管 他吃醋吗 吃醋 但是他可以问我 这个有什么事情 这个人是谁 那你说吗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他没问我了 他打电话不是问你了吗 没问我了 他直接来咖啡厅 跟人家说 你是这样 你之前没打电话呀 我之前给他发短信了 然后他没回我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呢 他也觉得他看不懂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也知道这个男人都会吃醋 是吧 那你干嘛老让我们吃醋呢 我没让他吃醋 他自己吃醋 听明白了 你们可教教这 到底是教这俄罗斯姑娘 还是教这中国小伙 你们看看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没有太搞懂 你小伙子你喜欢姑娘什么 除了她很漂亮 她也很善良的 很善良 对 然后我们刚开始 普通模样的时候 就特别聊得来 聊得来 可是今天我在现场 觉得你们两个 一点都聊不来 现在感觉变了 其实 我觉得你一直在担心说 你的女朋友很招人喜欢 怕她跑 是因为你在自己心里 包括你的潜意识里 其实已经给你们的恋爱 做了一个评估 你自己列了一些条件 你发现 似乎我的条件比不上它 所以你在自己的心中 就已经把你的地位 放到了一个劣势 所以你看 刚才姑娘会说 我从来不担心她会保啊 因为她很爱我 很喜欢我 她有优越感 而这个优越感 是你带给她的 其实你们对待生活的 看法是不一样的 她是一个要求独立的姑娘 需要空间 需要自我 而你是一个很黏人 希望时刻在一起的 情感状态 所以从这一点看 你们问题并不是在于 有什么所谓 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带来的冲突 而是不合适 但这种不合适 可能我们退回你内心讲 是由你不够自信 而导致眼下的局面 这个自信能不能找回 你要问你自己 女孩你好 很漂亮一个俄罗斯姑娘 我相信呢 你在恋爱当中 也是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主张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 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没有特别喜欢到说 我思念这个男人 我只要是空闲的时间 我不去忙工作 不去忙学习 我最想见到的人是她 没有到这个程度吧 对 所以你会安排和一个 异性的喝咖啡的时间 而不去和她看电影 而可能现在你还愿意 和她在一起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你知道她很喜欢你 远远超过了你喜欢她 所以这种优越感 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 很舒服 我们在情感当中 不会患得患失 不会胡思乱想 完全舒服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 其实也不好 时间久了 一定会出现矛盾 因为爱情核心是爱 不够爱她 其实就去找一个 自己真的爱的人 这样的情感才能持久 像你们这样消耗下去 可能用不了多久 就要散了 但没关系啦 我觉得有这样一段 爱情的经历 对你们两个来说 对人生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 也都是成长的印记 祝福你们将来都 有更幸福的爱情和生活吧 谢谢 刚才严老师讲说 他们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文化差异 我觉得还是有的 从这个姑娘刚一上场 我就觉得她和我们很多人 都有一定的文化差异 比如说她摆着pose就出来了 然后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 也一直是停停欲力 大家看她现在的这个状态 很少有女嘉宾是这样的表现 因为在她的意识里 我今天要登上舞台 所以我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都是要精致的 可能我们身边的这些女孩子 就很少有她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意识 所以她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在女孩子的心目当中 独立的个性是至高无上的 个人的权利是无法比拟的 所以她所有的这个思维 都是从我自我的角度来出发 思考问题 而男生恰恰体现了 我们中国式的很多思考方式 关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和你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 大的文化差异 往小里说 我们男生自己多多少少 也有一点问题 你太粘人了 粘到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 这是一个女孩子 因为比如说咖啡厅那段 我的脑海中画面就是 一个男生 然后跟着其他的女生在那喝咖啡 然后女生冲进来 你是谁 我是他女朋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要拿出这种 男子汉的气势 拿出更多的自信 把自己丰满起来 她现在吃定你了 咱们是不是得更努力才行 这是往小里说 那我想跟咱们这非常非常漂亮的 俄罗斯姑娘 我想跟你说的是 在中国谈恋爱 咱得也入乡随俗 对不对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美媳妇早晚得见公婆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是真心地想和我们这个小伙子 好好谈恋爱 见他父母那一关 怎么着也是要过的 好不好 然后呢 我还是秉持着一种 这个祝福的心态 希望你们两个在未来的感情里 可以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好吗 祝你们幸福 男生 我觉得你对他并不是爱 你天天想要让大家知道 我有一个外国女朋友 又天天害怕 会被别人偷走 结果你就被焦虑死 所以我并不觉得你爱他 你只是想占有他 却又觉得无法驾驭他 所以一边拥有着他 又一边又害怕 他会失去 所以你并不爱他 如果你要真爱他 你至少应该好好地学学俄语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 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背景 而不是整天在这儿 守着他当电灯泡 甚至卑微到 你愿意跟别人去提包 所以我觉得你对他并不是爱 你只是新鲜加战友 而至于这个女生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姿态 是多少女人应该学习的 以往站在那个位置的女生 哎呦整天卑微的 就像他今天一样 生怕男人会离开自己 女人如果都学学你的话 男人会老实不少 所以你今天 所以你今天 站在这儿 我不去谈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我就觉得你应该值得很多女人 在情感的态度上 对男人的态度上好好地学习 以后多花点时间学习 多花点时间去了解自己爱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一样东西 你都不了解它 你还想要战友它 对不起 它始终不是你 我想之所以人家说爱情可以跨越那么多的东西 包括语言这个东西 那就是因为爱情是人类共通的东西 它不因为你的国别或者所谓的独立性 你就真的在对爱情里面怎么样了 这个东西我是不信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在爱情当中 之所以有人显得高 有人显得卑微 是因为那真的不是一段爱情 那到底是什么 在爱情当中人自己知道 你爱不爱他 还是仅限于喜欢 或者说很享受这个男人 给你提供的体贴的这种照顾 那是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晰的事情 所以你呢 自信一点吧 天天你别老那个 放松心情 来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之前我没有把握好度 但是我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 以后我会慢慢地改正 先把自己变优秀 充实我自己 然后再去照顾你 能再给我的机会 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请亮灯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这是什么节奏啊 这是什么节奏啊